大家好,今天咱们讲讲足球联赛的事,还有欧盟和英国脱欧的事 足球联赛都知道,英超现在很火 去年五大联赛,欧冠四强都是英超的 所以有人说英超很火 但你看我这人看问题跟别人不一样 我的角度看英超马上要完蛋 你看我给你解释,首先英国要脱欧了 英国脱欧 英国脱离欧洲以后,英国就变成非欧盟国家了 非欧盟国家 那么英超,咱们说回来,英超兴起的原因 2000年左右,2000年以后不就是欧盟建立了吗 英国也加入欧盟了 那么欧洲有些资金往来就可以到伦敦金融城去了 直接进入伦敦了,然后流向全世界 那么很多像欧洲的俄国的寡头 西欧的一些寡头,包括各国的寡头 都需要一个资金流动的工具 可能不知道,你们自己可能有很多文章可以搜 足球俱乐部啊,转回来转回去啊 是一种资金的,一种资金流通的一个工具 一个管道 这些寡头啊,需要足球俱乐部来进行什么 资金的啊,进拿出啊,避税用的 那就很简单解释了 为什么阿部啊,是不是啊 俄罗斯寡头要买切尔西 美国的一些寡头啊,要在欧洲做生意 要买什么曼彻斯特、曼联 然后曼城啊,这些俱乐部啊,什么利物浦啊 都不让人这些大寡头给买了 中国不也有些人买俱乐部了吗 我就不讲了 就是,它是一个什么资金流通的管道 在欧洲啊,有些做生意啊 你自己这么付钱啊,复来复去啊 不如俱乐部之间转个会,方便 嗯,那不就说回来了 英国脱欧了 英国脱欧了 英超啊,之前很火爆 是因为啥,大量的资金进去了 嗯,给他推火了啊 有钱了,自然能人就去了嘛 啊,俱乐部实力强了 嗯 反而像意大利啊 这些俱乐部联赛啊,就不行了 联赛,应该一家,现在也不行 但是啊,但是啊 你反过来看啊 英国退出欧盟以后啊 阿布拉莫维奇 已经现在准备要把切尔西卖掉了 已经开始准备出手了 但是他现在得让切尔西打出点成绩 啊,把这个价格拉高点 他得出手 嗯 你包括现在的什么利物股啊 曼联呢 还有现在英超这几个 都是啥 打出好成绩 他越打出好成绩啊 我越去 我啊,干我的分析啊 我这人 看这些啊 这些底楼啊 是不是啊 他们这些做法 我就看得清清楚楚了 高要套线了啊 把俱乐部成绩打上去 啊 猛砸一两年前 然后呢 套线 套完线 赶紧就撤走了 因为英国脱欧以后啊 人员首先啊 球员肯定是什么 没有以前那么自由的流通了 球员肯定少了啊 有本事的欧洲球员少了 另外钱呢 进出英国啊 也不像以前 欧盟内部进出 那么方便了 有些钱呢 就不去英国了啊 你就知道了 就要留到什么了 可能要留向意大利了 啊 留向意大利了 这是我一个啊 长远的啊 从长期来看 欧洲租坛 未来的一个趋势 英超将要没落 一甲将要崛起 就因为什么 英国脱欧了 也很简单啊 之前 欧盟没成立的时候 2000年以前啊 90年代80年代 一甲是全世界 小世界杯啊 全世界的资金呢 在欧洲 主要那些资金 都在意大利 意大利现在啊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 加入了一带一路 现在意大利的经济啊 甚至比德国还好的 我不是说瞎话 以前的欧洲五国 意大利 比德国经济啊 这增长率还要高啊 未来意大利啊 也是什么呢 因为英国退出欧盟了 意大利啊 可能就什么 得到便宜了 资金就去意大利了 它有传统啊 意大利的资金往来啊 都有传统的 那一甲后续啊 可能就火了 包括像C罗也去一甲了嘛 人家都看得很清楚啊 未来趋势在那儿 现在很多啊 什么重头的这些人啊 重头戏的这些明星啊 都清楚的很 未来啊 往哪方向走 都去一甲了 那么一甲未来啊 会是一个什么 会是一个爆发期 是我的一个判断啊 英超将要没落 嗯 节点呢 这个时间节点啊 我不能瞎说啊 但是肯定是在什么 英超啊 英国退出欧盟 英国只要退出了欧盟 可能就在今年或者明年 退出欧盟以后 可能就是明年或者后年呢 英超可能啊 成绩就会相当差 那些买球赛的 买欧冠的 买球赛的 赌球的 你自己可能啊 要注意注意了 英超啊 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好看了 资金撤走了啊 英超那些老板啊 可能也要撤资了啊 时不时的就把资金撤回欧洲了 即使还持有这个军事部啊 也不像以前投入那么大了啊 毕竟啊 他需要在欧洲大陆再买一家俱乐部 或者啊 干脆不玩足球了 在欧洲大陆再买一家俱乐部 那你想啊 两边都会花钱 那钱就没有那么多了 嗯 这是我啊 对这个足球啊 未来 英超和一家 将会颠倒啊 这个实力的一个 一个分析 你看从这个 英国退出欧盟 加上中国一带一路 是不是 意大利加入中国一带一路 我就可以退出来 这个足球 所以你说啊 有些时候吧 很多事是联系到一起的 你只要啊 嗯 有一定的啊 有一定的经验 有一定的认识 很多事是能推的 嗯 一带一路啊 未来会让意大利啊 继续领先欧洲啊 甚至是可能经济啊 要比德国还要好 这些国家啊 特别没有加入一带一路的 这些国家 会强调的继续加入一带一路 像英超啊这种 英国啊 是不是 没有了这个欧盟啊 他呢 有些事他能干了 但是啊 有些事啊 他也干不了了 这就是我一个推论 嗯 钱啊 在欧洲啊 流动其实啊 受监管很难啊 很难流动 所以啊 俱乐部是一个个啊 这些资本家的一个通道 嗯 阿布啊 什么什么切尔西啊 也就是什么 你看2000年以后 02年 刚刚英国加入欧盟 欧盟成立第二年 阿布就在英国 是不是 就买了切尔西 马上大笔投钱了 就开始要打成绩出来 就是这么一回事啊 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啊 哎呀 我也有钱了 我也买了俱乐部啊 我在欧洲有业 我业务了 我也买个俱乐部 我还没那本事啊 哎呀 所以啊 其实已经解释起来 世界啊 也没什么 也没什么难的 所以后续啊 大家可以啊 关注关注意见 英超啊 是不是 就这两年 冲一冲 像股价似的 冲上去以后 人家套现 完了 一卖 资金就撤走了 所以英超啊 后续已经没有什么看头了 啊 你像传统那几个队 阿森纳 曼联 人家老板已经套 套完线走了 盖卖 全然都卖完了 这些居住部已经完蛋了 啊 未来啊 十年之内啊 起不来了 已经起不来了 啊 特别是啊 我告诉你 现在英国还没退欧呢 退完欧以后 你再看英超 这些居住部 和什么澳大利亚呀 新西兰呐 加拿大呀 美国职业大联盟啊 这些居住部 没啥区别了 没啥区别了 你慢慢看吧 有可能啊 什么洛杉矶银河呀 纽约红牛啊 都可能比曼联的踢得厉害了 他吸引不来什么球员了 而且啊 他变成个岛了 你看在小岛上踢足球啊 怎么踢都是大海 两边啊 都隔着千山万水的 欧洲的钱呢 就像九十年代八十年代一样 不去那边了 不去英国了 欧洲的钱 因为监管的严了 欧盟内部法律 还呀 回到英国 还是回到哪 回到欧洲 回到意大利 不去英国了 又回到哪了 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意大利 柠檬迎来 这个小世界杯 我不知道 但是钱啊 肯定要重新回欧洲 所以各位在欧洲啊 有业务的啊 是不是啊 喜欢看球的 可以准备准备了 就这几年啊 我还要重新回来 那边 我还要重新回来 感谢观看